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增的两宗病例当中 其中一个人是印尼籍男子 他在隔离期间正式感染冠病 根据调查 他是在11月中非法入境沙拉越 至于另一人则是来自吉兰丹的男子 他在吉兰丹进行冠病检测时报告成因性 但12月6号入境沙拉越之后进行隔离时发现确诊 今天没有新增的感染群 同时有两个人康复出院 与此同时 联合国大会昨天召开全体会议之后 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2月27号定为世界流行病日 这是联合国大会在这个领域的第一项决议 也是由越南所提出 进行协商并促进通过第一项决议 在新冠肺炎疫情为世界各国经济 社会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发展背景下 越南的提议获得了联合国全部成员的支持 包括加拿大 尼日尔 塞内加尔 圣文森特以及西班牙 还有遍布世界各国107个国家共同赞助这项决议 根据联合国发表的一项声明 决议呼吁联合国所有成员以及联合国属下机构 国际和其他区域组织 私营部门 非政府组织 研究机构 个人和其他利益者 一年一度共同纪念世界卫生病日 提高对流行病的认知 进而就此问题做好充分准备 声明中也补充道 此类冠病疫情的大流行病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根据越南人民报网 12月27号之所以被选为世界流行病日 是因为他的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的生日 这是第一位为预防医学奠定基础的科学家 他在致病原因和疫苗生产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 拯救了世界各地的无数人命 截至目前 这场关闭疫情大流行 共夺走了全球超过150万条生命 而染疫人数也超过6750万人 公积金局宣布ICNA第一个户头的提款申请条件不会有所改变 不过当局强调将会认真看待来自各重要单位的诉求和建议 公积金局做出这项声明主要是因为当局从媒体报导中得知一些人士要求取消ICNA设下的所有条件 根据公积金局所指 任何政策和从序的改变都会经过仔细考量 并提成给当局董事会寻求批准 同时 任何关乎政策的课题也会寻求财政部的意见 当局预计会有800万名会员符合资格申请 且可在无需支持条件的情况下以自动化的方式通过 线上申请会在本月21号开始 而申请者会在1月中左右收到钱 原本在沙拉越进行的19项联邦工程当中 目前只有5项工程处于运作的状态 联邦工程部副部长爱丁沙兹里说 以上所提及的工程并不包括耗资161亿6千万的范普罗州大道工程 爱丁沙兹里是在今天的国会下议员回答 沙拉越图包党一干国会议员阿莫佐尼的提问时 如此回应 同时他也补充说根据他的部门的证实 官病大流行使到大多数的工程进度受到影响 不过他们已经为有关的工程提供了延长施工措施 况且在沙拉越进行的这些联邦工程 大多数也是依劳外劳去完成 穆提拉摩get受到沙拉越政府赋予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为沙拉越的B40群体购物者提供伸缩性的金融解决方案 实现居者有其无的心愿 为了确保沙拉越的B40群体实现购房梦想 穆加拉莫Touch & Credit公司因此提供伸缩性的金融解决方案 沙拉房无发展机构首席执行员莫哈莫·阿斯曼 今天在礼貌拜会沙首长拿杜巴定义阿邦佐尼后告诉媒体 该公司致力于协助B40群体实现居者有其无的梦想 截至目前为止 这项计划进展相当顺利 因此莫哈莫·阿斯曼透露 沙首长将赋予该公司执行更多的任务 该公司的成立也是为了解决低收入B40群体 和中等收入M40群体购房者所面临的最终融资问题 向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提供软贷款 莫哈莫·阿斯曼感谢沙首长的信任 他有意告 沙首长也会在接下来宣布一些新措施 接着我们看到反贪务委员会指出 在目前160万名的公务员当中 只有0.01%的公务员敢于举报各自部门及机构的贪腐行为 反贪会副主席拿多斯里三顺8号领指出 虽然已经提供奖金 鼓励公务员举报贪腐事件 不过从2012年到去年为止 只有343名的公务员挺身而出提供了情报 他说对于实现公共服务 零贪腐的行动 这个数字还是偏低 他说公务员必须了解 当有人提出贿赂就是罪行 必须举报及可受到对付 则将会使跟公务员打交道的人 不敢要求特权 以及未经适当的规则或程序 获取一些批准 这是有关当局要在公务员之间贯彻的文化 如果发生贪腐就必须举报 从而让公共服务摆脱贪腐以及滥权 三顺8号领最近接受马先生访问时指出 政府首席秘书办公室在2011年 已经发出公务员举报贪腐的奖励指南 勇于举报的公务员可以获得等同会金数额的奖金 他说截至去年年底 反贪会已经颁发大约60万令吉的奖金 给有关的334名公务员 他提到如果知情不报就是违法 可在2009年反贪务委员会法令第25条文被控 并将面对罚款不超过10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10年 又或者两者监视 他也提醒机构必须支持及保护 举报贪腐案件的职员或官员 确保各阶层都秉持零贪污的文化 他保证反贪会不会泄露告密者的资料 同时他们也受到2010年告密者保护法令 以及2009年证人保护法令的保护 沙拉越华夏董事联合会总会主席 天蒙公刘立明 今天早上在沙拉越地方政府 及防务部长纳都司令沈贵贤的率领之下 礼貌拜会沙拉越首长 纳都巴丁一阿邦佐哈里 除了向首长汇报当前的华教课题 同时也呈上教育备忘录 向首长提出华教的请愿 沙董总总主席刘立明 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称 沙董总总希望能通过首长 向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反映 沙董总总所提出当前破却 需要关注及处理的华文小学 和华文读中课题 沙董总总所提出的课题和建议有三项 第一是撤销找一文字单元纳入 国民型小学四年级马来文课程 在这方面 沙董总促进联邦政府 第一尊重华小董事会和家长的意愿 撤销找一文字单元纳入 国民型小学四年级马来文课的政策 第二是尊重华小董事会的主权和意愿 并将董事会纳入决策单位 第三则是将找一文字 介绍列入选择性的课外活动项目 除了可以培养孩子对文字的鉴赏 同时也解除华社的忧虑 沙董总重申 华社没有反对找一文字 并且认同其文化和宗教的价值 华小董事会和家长 只是反对教育部强制将找一文字内容 纳入华小四年级马来文课政课内 另外沙董总也促请联邦政府 自度化每年拨款给全国六十所独中 减轻学校的经济负担 拨款给全国独中 六十家所的独中 但是在西门政府的时候 第一次他们拨过一千两百万 第二次是一千五百万 我们希望这次来讲才将预算案里面 他没有说明拨款给全国六十家二所的独中 我们是希望通过首席部长 而且是州的交易局来讲的话 能够防御给联邦政府 而且是说财政部 希望他们也能够继续的拨款 给全国六十家二所的 沙拉越华小董事联合会总会 非常感谢沙拉越政府奉行中庸的政策 除了常年拨款给沙拉越十四所独中 也拨递给华文独中作为养效的用途 沙董总主席天文工刘利明 今天连同沙董总的四名代表 礼貌拜会沙拉越首长拿都巴丁仪 阿邦佐哈里后 对沙政府表示无限的感激 刘利明说 沙政府奉行中庸政策 除了常年拨款给沙拉越的十四所 华文独中 以冲作办学经费用途 今年沙政府拨了一段 位移沙马拉罕省 面积为15.29公顷 近40英模的地段 冲作以地养效用途 首席部长他拨地了 给我们独中作为一地养效 这个已经出来了 我们要感谢他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州政府来讲 这么多年下来 从2014年开始 开始拨款给四十所华文独中 从三百万开始到今年的九百万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明年 首席部长继续的 拨款 那么我们希望是说 首席部长拨款会增加到 一千万 沙东总非常感谢州政府奉行开明以中庸政策 并对沙拉越的华文小学和华文独中发展 给予协助和关注 持续性给予拨款 支持学校的软硬体设施建设 刘立明说 东马和西马的人文 风俗和民情有别 在沙拉越有27个民族 各民族之间的包容性及跨种族的信任 实现了多姿多彩 共存共荣的理念 这才是最符合多元马来西亚的形象 逐一成为西马政治人物的学习楷模 以上是这一节的热报 我是Brian宜斌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